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浪鱼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邓小思 可能饮食方面会比在酒店 其实还没有酒店好 因为酒店可以点外卖 会比一开始的时候好一些吧 所以大量生活 比如说你也待了四个月了吗 有没有就是自己有些适应的方法 其实枯燥我觉得倒是不枯燥 就是会有一点点无聊吧 其实这是个好像是一个矛盾的地方说的 无聊的情况会比较少吧 如果真有的话可能会去聊天什么的吧 我会固定几个宿舍去穿吧 哪几个宿舍固定来穿的 之前没搬的话是135吧 135是什么呀 之前一号可能就是李天忆帅博什么的吧 3号就是高一把什么的 5号就是唐朱舟 周俊宇吧 再往右边走的话就太远了 小连在24号 直接跨越整条走了 对 然后要么就是别人过来找我什么的 偷偷哭 那天哭了一个多小时好吗 那个赛录制的时候 从上去到后面就没听过 嗯 那给朋友有什么你爹赠扬 就你私下 会跟他有什么样的约定吗 私下有 特定的人会有约定吧 但是 不是所有人都有了 期待 这个赛制越往后的话 可能会是一些压力比较大 然后 我这个人就是一个 很难适应 去重新适应新环境很快的人 嗯 所以说对我来说 可能会是 逃力的心态会多一点吧 嗯 但整体来说 对这个地方还是蛮感谢感恩的吧 对于当时的我 可能会有一点认可吧 嗯 因为当时 怎么说呢 大部分时间 精神状态会比较接近疯癫吧 可以跟谁都可以自来手 来集聚的那种 但是到后面就是 例如现在嘛 就不太会这样 嗯 你说当时是指责了哪个阶段 第一次说完之前啊 跟任何人 真的说是任何人 只要我想的话 可以当时 当场跟他们演一段 就 不管我们熟不熟 我其实没有什么社交技巧 因为其实 在来这里之前 我都是一个 不太社交的人 不能说我不喜欢社交吧 就是 不会选择去社交 哪怕是到现在 我觉得我也没有去 把这个社交技巧给熟练化吧 只能说是我 适当的情况下 我可以去 但是我觉得那不能算是社交 那算是一种单方面的 怎么说呢 表演 我跟他是个陌生人的话 我演完这段 我们之间关系也不会变成朋友什么的 只不过说是 就是 在外人看来可能会比较奇怪吧 他本人可能也会很奇怪 嗯 但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喜今为止 你在代表交了好朋友 就正是走私的好朋友啊 就正是说什么话 好朋友是谁 其实蛮少的吧 小脸 久久 林寻浩 再再 或许还莉莉吧 嗯 就 战争就没有了 就是这些 怎么跟他们建立起来 所谓的这种比较亲密的关系 或这种隔温情长 我这个人其实无论说是交朋友 或者说是别的方面的人际关系吧 其实都蛮看缘分的 嗯 就首先得是我这个人 潜意识里不讨厌你 嗯 这是我觉得我们能相处到很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是如果说是走私交朋友的话 最 基本的一个点 嗯 真是 所以你来到这里面之前 你会有一些担心吗 就感觉要跟这么多人 哦 不会 不好意思有点打断 但是现在我不会 因为 现在我不需要那些东西了 不担心的原因是因为 就哪怕是 一个朋友就交不到 会不会觉得有什么 现阶段呢 我其实在来之前就已经 成型了吧 我觉得是 就不会强迫自己去和你相处 但是我也不会说是 因此对那个人有什么 情绪吧 就是平常的陌生人罢了 在最开始我会担心过 我的冷 这个问题 但其实并不是说他们会觉得 孤立我什么的 我更多担心的是 最开始我的那个冷 会不会给别人带去一些不好的 情绪或者观感什么的 后面我再慢慢尝试去 改变了 那应该是当时的室友高一百 那应该是当时的室友高一百 因为当时酒店们注意起嘛 我觉得以他的性格 那肯定还是会 就不论我是不是真的冷嘛 他多多少少会起码 做出一个最基本的社交 我觉得 他在发现我 发觉我的这个 不喜或者说是 不适应之后 他会往后退 他会尊重我的这个边界 嗯 他并不会说说 他想去强行的突破 强行的和我身为朋友 确实他在的时候 会跟他聊的比较多 嗯 那时候 其实你们俩算熟了吗 那时候算一半 就是 算是能 说的话 能分享一些事情 但是 并没有说到后面 因为你们两个在舞台上 也表现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形象 就一百当时就 分享了很多 然后呢 你在旁边就是冷冷地站着 然后当有网友会开玩笑 说你在旁边就是 表情很冷很不屑 就当一百说话的时候 其实你当时内心和外心是什么 就是以我当时在了解 这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情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吧 嗯 就并不会多想什么 嗯 但是也没有像网友那种过渡劲 嗯 没有没有 好 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 那就是说是 我的那一部分是会被 大家喜欢的 嗯 但那只是一部分我 那是一个碎片 没有想过会出圈吧 但是 大家会这么认为我 我是能想到的 因为这其实是我 最开始的一个常态 所以大家会这么认为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嗯 大家也会说 就其实你那场造型 包括你今次眼镜 什么都没有适合你 就包括你 就一定的造型 都一定要加你 你是你自己的设计 啊 眼镜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强行要求加的 一开始那个镜框会反光 会反光 就说不能用 我说那把抠了吧 但是说那个镜框就上 上一半 会很奇怪 我说你没事那带吧 下班 下班 下班之后 那个宿舍的氛围 会让我更放松 更能去沉浸吧 下班之后 你会在宿舍干什么 小莲在的话 我跟她聊天吧 小莲跟你相似的点是什么 嗯 我觉得最基础的是真实 二就是我们性格真的是 某些方面有很多点是相似的 就是不能说相似吧 就是能明白 对方的 为什么会这样想 会这样做 最开始我就不是一个 没有情绪欺负的人 只不过说是 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下 不会对生人有太多的情绪 因为根本就 其实说白了就是不在意 所以就不会有情绪 但是到后面 我的情绪会更多的体现 是因为对这个环境的适应吧 并不是说我的这个人改变很大 当然改变是有的啦 但是我觉得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不是大家 所想的那个冷冰冰的人 你最近一次情绪起伏 是什么 昨天 昨天 录制 其实不是昨天吧 就昨天那段时间吧 上次公演是紧接着那个顺位淘汰嘛 顺位淘汰之后 我自己整个人就是还蛮崩溃的 但是又紧逼着自己去 无论是舞台上还是心态上的 我觉得我对我再逼自己去突破 因为我觉得我有更值得和更重要的东西去 好恶心 那种话 去坚守 所以说是会去逼自己吧 但是那个完之后 我觉得我做到了之后 紧接着又来这次练习式对决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我的极限啊 所以情绪波动会很大吧 无论是压力身体什么的都挺那个的 其实不是因为舞台的压力 因为我其实不在意身体的劳累 这个是我能适应的事情 我也会努力适应的 但是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更多的是 精神状况的崩溃吧 就是情绪跌宕起伏的 二就是 因为长时间的劳累 身体确实是需要休息吧 这不是一个借口 这是一个实话 但是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问题了 那感觉上我病一样 那么其实不是就是一个单纯的被 快被压垮的状态 肯定是刚结束的那次公演吧 因为可能在节目中没有表现 但是 我自己的心理方面来说的话 算是我自己 对我自己的一种 宣誓吧 在这次公演的话 我有私自的去扛起的东西 就是 对我来说 我会比之前的我 有更值得去坚持的东西 我要不留遗憾的走完这个赛程 所以 会放弃掉一些 之前的包袱吧 对我才也不会有那么的畏惧感 就是要是你自己 主动想说我要去尝试挑战的吗 对 这选part我当时候就 瞄准了这一part去的 嗯 为什么这么逼自己 这其实不是逼自己吧 就是我想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嗯 挖掘自己可能性是一二就是 之前说的嘛 我有更值得去坚守的东西 我要去突破自己 总的来说就是不想留遗憾吧 咋样你觉得 总体表现 我觉得还可以吧 嗯 嗯 你觉得自己更比较擅长的方面 相对啊 哦对 那我自己私心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rap和唱吧 rap会 我觉得我会自己有那么一点点天分 嗯 适不适合这个问题 其实我自己也说不准 但是我觉得见我选择了 我会努力去把它做好吧 最起码是接下来的这一段路吧 嗯 这是我能对我自己和一些的保证吧 就是放弃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其实我想不到这个可能性 以我自己的想法的话 哪怕是我最开始什么都不会的阶段 我都走了 何况是慢慢努力会变好的时候 很好奇说那你是怎么就是最开始就是签了公司 然后以及说要走这条路的 就慢慢的想 我觉得这样我的人生给了我这种可能性 嗯 我自己也还 有兴趣 会喜欢 那我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 嗯 我觉得人其实 尤其是我们这种年龄段吧 嗯 不应该去害怕失败的可能性 只要这个结果 失败的这个代价是自己能承担的 我觉得 就可以去尝试 就哪怕真的失败了 我觉得如果你是真的能从中 从中 学到一些东西的话 那都是值得的 嗯 所以比如之前啊 通过网上来找到你的别人 嗯 通过比如你的一些微博照片 嗯对 嗯对 对 那你之前比如微博有没有体验 那些微博照片 没有 没有啊 完全没有 就能平脸 所以一堆就找上 当然是是的 嗯 嗯 其实当时没有想特别多 因为 以前呢我不是一个很会对未来做规划的人 因为我觉得 未来的变数是很大的 嗯 我可以立一个目标 然后去朝着他努力 但是说是 规划的话是不太可能的 嗯 因为期间的变数太大了 因为他不可能完全由着我的规划走嘛 嗯 那比如说学摄影专业呢 那怎么想过起码说 你觉得会摄影生活吗 学摄影专业一开始是因为兴趣 而且我觉得我还算是 能拍 其实最开始的话 不能说是独立的 一开始会 多多少少有一些 孤单 会尝试去交朋友什么的吧 嗯 但是到后面我会渐渐意识到 这种方式交来的朋友 不是我想要的 也不能给予我自己本人任何的满足感 或者说是好处吧 就是这段关系对我来说是 它不是一个 你让我放松的关系 就是我觉得一段好的人这关系是 你们的相处过程中 你是开心的放松的 还可以吧 真的没有到Top级 虽然今年好像冲进前100位 不知道为啥 莫名其妙的 第一印象来说是一个很冷漠 很有距离感的人 但是实际上相处起来就 我觉得还比较疯狂 比较火热吧 蛮反差的我觉得 但是如果 如果我这个人本身的话 是一个有自己世界的人 是因为太丑了 是腐烂的地步 那段时间没有人愿意来我们宿舍找我 没有人愿意进来 站在门口之后立刻出去 我自己也不想进去 除了睡觉不会回去的地步 那是他们选了之后 第一天呢 他们因为没选我 是这么说的了 不能说是故意吧 就是我还蛮疑惑的 第一名是谁我至今都不知道 哦不对是小莲第一名 我俩私底下主观认定的 颜值第一名第二名 变成了喜剧第一名第二名 这也是蛮喜剧效果的 所以你本身上 你觉得自己幽默吗 或喜剧吗 还可以吧 我觉得 算是有点疯狂 但是幽默真的说不上吧 我觉得 所以你之后有跟大家倔交吗 就是 没有吧 没有啦 因为 说的再 再很再难听一点 我想要的人投我 那就够了 不说 你们爱投不投 想要的人投我 那就够了 一开始是抱着这个目标来 但是到后面之后 包括为什么我会有崩溃的这个阶段 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 不光是因为心态上的 而是我的动力原变了 就是支撑我的动力 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成团 我一定要出道 我一定要不辜负自己的期望 不辜负自己的选择 现在我更多动力是我要开心的走完 剩下的这个赛段 我不想改变自己 更多的是这样吧 我又努力了 但是那天 真的我是最后一批拍的 就没有状态了 我也不是我现在能跳多好吧 但是 我有努力了 幽默 幽不幽默我就不评价了 我有努力 我对他哪有执念啊 事情的全景是他来问我 为什么不选他 我说你干嘛不选我 这个意思 并不是我对他有什么执念 他没有执念 想叫什么 这不是我能掌控的事情 就是尊重彼此的选择吧 其实从我这个人的性格 或者说是外表上来看 我其实都是会 带有一点点的 不那么传统的 刻板印象的男生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我自己来看 这是很OK的事情 因为我并不觉得 你不那么传统印象的男生 是一件坏事 就是你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我确实还蛮矛盾的 我很讨厌矫情 但是有时候我也非常矫情 最近聊天比较多的就是跟小脸 没有怼他啥吧 今天说他是个疯子罢了 互相都是疯子 两个疯子 手机原图直出 人的脸部特写的话 黑白会多一些吧 我其实不太爱用滤镜 对光影构图好的话 我觉得都是OK的